大家好 辣椒是我们的小菜园每年必种的蔬菜 今天我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 辣椒的育苗 第二 为什么育苗 第三 选什么品种的育苗 春天的苗圃有很多辣椒苗 一般是两块钱可以买六颗 而且有很多的品种任你挑选 如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品种 那就只好自己来育苗了 这是去年留的干辣椒 因为它是整个的辣椒 保证里面的种子是无菌的 所以在育苗之前也不需要做杀菌处理了 捡一张圆的厨房纸 把种子盖上 这时候泡水它就不飘起来了 把种子浸泡8到10个小时 这个水温大约是40度 这一包是28个 这是6.5厘米 这是在Dollar店买的育苗盒 我觉得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育苗土挺贵的 我没买 我的土是经过处理的 后边你会看到我是怎么处理土的 每一盒里浇两三勺水 让土充分的湿透 种子泡好就可以播种了 我用一个镊子把每一个盒里放了三粒种子 然后在上面盖一层薄薄的土 大约两三毫米厚 用喷壶再把上面的土湿润一下 就完成了播种 烤箱预热到华氏150度 关火以后再把烤盘放进去 白天就拿出来晒太阳 如果是阴天的时候 就用补光灯照着它 这个补光灯我是在一元店买的灯泡 大概是两三块钱 我忘了 如果发现表面有点干了 就把它喷水 要保持土壤湿润 每天晚上都是送回烤箱 到了第七天就发芽了 发芽以后就不送进烤箱了 每天给它晒太阳 或者是用补光灯照着 下面我说说我用的是什么土 怎么处理的 这是花园的土可以种菜的 这个呢它的含量在这儿 蛋林甲的含量 就可以种菜 这一袋是45.2升 所以这个就很便宜 如果要是买那个育苗土 那一小袋大概是八升吧 就十块钱非常贵 所以我就用这个土代替 花园土含有树枝和碎石 过筛是非常有必要的 塞子再过出来的这个块就在这儿 大块的树枝什么的 这都不能预妙了 过筛好以后 我送进华氏350度的烤箱 烤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有三点好处 第一可以把土壤彻底杀菌消毒 第二可以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第三土壤中可能有杂草的种子 这样也可以把杂草的种子杀死 现在给辣椒苗 准备一些大一点的核 过几天就移到大的核里 让它有充分的生长空间 每一个核里我都放了三粒种子 都长出来了 现在有阳光就让它晒晒太阳 它长出苗来了我就不浇水了 这样不浇水的话让它长得更壮一些粗一些 这叫什么叫敦苗啊 所以这核都是干的了 不能多浇水 一多浇水的话它就长得瘦弱 这样让它干一点 宁干物湿 苗长出来以后就每天晒太阳 如果没有太阳的时候 就用补光灯照着它 这是核里的 这是豆腐核里的辣椒苗 这是两个品种 辣椒的苗期大概三个月左右 如果不是你特别喜欢的品种 最好还是去买辣椒苗 自己在家里育苗 很费时也很操心 关于辣椒的催芽和育苗 我就分享到这里 这是我的方法供您参考 若是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有其他方法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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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